记者陈温慧台北报道 台北市内湖区康乐街巷弄内某公寓 昨天深夜时时鱼先传出阵阵吵闹声 然后碰一声冒出浓烟及火光 随即发动机车逃逸 居民惊见熊熊火光赶紧求救 警销道场勘察 发现公寓大门未关 楼梯间遭丢置一枚信号弹 性已燃尽熄灭为酿灾 台北市境内湖分局康乐派出所清查 年约20岁的二男一女一犯 疑似寻女又未果 与住户纠纷 不管50公尺外就是警锁 犯而丢信号弹泄分 警方已锁定车号追击这三人到案 内湖警方说 昨天晚间10时22分 监获民众报案 支撑康乐街136向18弄内某公寓 一楼楼梯间不仅冒出大量浓烟还有红色火光 消防局救难人员到场时 发现是没信号弹 以自行熄灭 由于大门楼梯间相当前进 无放置易燃杂物 以致为延烧酿灾 也未造成人员伤亡 只在地板上留下烧着痕迹 调阅周边监视器清查 有名身住黑衣未戴安全帽的男子 与后座白衣女子共乘的机车 案发后数秒匆忙骑出巷口 稍后另名未戴安全帽 骑拦机车的男子也高速逃逸 警方初步已锁定两部车号 锁定特定对象追其中 警方初步调查 已死其中一名男子的女友 原本与楼上住户约好要过来拜访 男子则因与女友有感情纠纷 要来令对男女来挑信 没想到找不到人竟丢至信号弹警告